小心小心 那先坐我們 坐我們的車好不好 小姐妹面露聚色跟著員警上車 因為有民眾報案說 他們疑似被媽媽家暴 逃家要去台南找爸爸 我們也沒有妨礙到你們 有啊 有啊 我們這次對我有啊 但原本陪同在旁的民眾 卻跟警方在派出所內 為了這對13歲跟8歲的姐妹 發生口角 警方只好委婉的下逐客令 那你精神傷害 也成立有機器傷害罪了喔 沒有啦 我們看他有沒有家暴行為 沒有 我們就去通知社工過來處理 但男子很不放心 離開之後在網路PO文 控訴小姐妹明明聽到 媽媽兩個字就害怕 但警方卻不想成案 警察又問說 那今天打 今天有打你們嗎 姐姐回了一句 今天還沒 然後警察就說 那一定是你們自己有做錯什麼 媽媽才會打你們 當事人質疑 警方受理家暴案件 卻先把錯歸咎在孩子身上 還急著聯絡媽媽帶回去 態度可異 認為警方在事情未查清前 就主觀認定不是家暴 被女警押出來 然後他就把四百塊交給我 當事人說更令他生氣的 是離開前給姐妹倆的四百元車資 竟然被女警押著還回來 當下認為沒有緊急安置的必要 民眾覺得說我們警方以警執法 把這個身份查證太過牽強 警方說其實當下已經通報社工 介入了解 社工認為媽媽或許有管教過當 但評估後沒有緊急安置必要 當下很感謝這對情侶 關心女童姐妹 但警方確實依法辦案 可能是想查驗這對熱心情侶身份時 引發誤會才會導致後續被指控吃案 記者王家慶高雄報導